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物 他是时斯 撒母尔 经文就是 撒母尔记上八章一至七节 我先读这段经文一次 撒母尔年纪老迈就立 他而止作以色列的时斯 长子名叫若义 次子名叫亚比亚 他们在别士巴作时斯 他而止不行他的道 贪徒财利 收受贵劳 屈枉胜值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 来到拉马见撒母尔 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 你而止不行你的道 现在求你 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像列国一阳 撒母尔不起 与他们说 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他就讨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尔说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 撒母尔年纪都很大了 究竟他有多大呢 经文就没有什么交代 不如从第七章看 他是一个年轻 有为的人 很多的活动 去到第八章的时候 突然间就说 他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两章之间 可能已经将几十年的活动 都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究竟当时有多大 但是估计他身体的健康 都挺好 因为稍后经文就提到 他将会 告纳 扫罗为王 不过他因为迟到 扫罗就自立为王 后来他就成功 告纳了大卫 做王 他还经常回回自己的地方 他的乡下 拉马 又监督 一群先知的活动 所以 估计 撒母尔当时 都是一个比较 身体健康的人 年纪是老迈了 他就预先安排了两个儿子 准备他们接触 在自己身后 正式的成为 士师 士师的职责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审理民间的案件 好像法官一样 另外就是治理 去统治平民百姓 不过这两个都不是 当时士师最重要的工作 根据 《士师记》里面记载 很多的士师 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什么呢 是对抗外地的侵扰 和压迫 驱逐这些外地 在境外 这个是士师的主要职份 两个儿子 履行职务的地点 在哪里呢 是别士巴 别士巴又在哪里呢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最南边的边境上面 有一个城镇 就是别士巴 但他爸爸撒姆尔任职的地方 并不是别士巴 是拉玛 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乡下 究竟拉玛和别士巴 两个地方距离有多少呢 我们如果看地图一度的话 拉条直线 就是六十公里 我们平时的速度 走得快的 大概八九个钟头 可以从这个拉玛 去到别士巴 但如果走得慢的 就要十五个钟头了 换言之 这些爸爸撒姆尔 如果要近距离 监督两个儿子 试试的工作 就难了 当时 在古代 大多数都是暴行 最多是骑士奴儿子 想要很近距离 看看孩子做得怎么样 监督他们 是很困难 在爸爸没办法监督 两个儿子的情况之下 究竟他们任职 试试的工作表现是怎样呢 第三节就提到了 他而止不行他的道 贪徒财利 收受贿赂 屈枉正直 他两个儿子的表现 和爸爸的表现 是不是很一致 爸爸并不是这样的 爸爸是对上帝很忠诚 也都很忠心 履行自己事私的职务 两个儿子就不同了 背道而辞 对上帝不忠 也都没有好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现在经文说到他们收受一些不宜之财 事私其中一个的职责是审讯 在审理过程的时候 他会偏帮提供利益给他们的人 相反去欺压平民发生 做父亲的撒母耳 他的表现又怎样呢 根据在之后的经文 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 第三至第四节 提到撒母耳在临别证言里面 提到一段说话 他问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说我奪过谁的药 谁的牢 欺负过谁 虐待过谁 又从谁的手里 收受贵款 因而核眼 因而核眼之后 在审讯过程 不理是否公正公平 接着他说 如果有 我必偿华 而众人皆说 你未曾欺负过我们 虐待过我们 也未曾从我们手中 收受过什么利益 我估计当时两个儿子 应该都在 这帮以色列人的群众里面 听到爸爸这番赠与 一定会感到很羞愧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爸爸 究竟撒母耳对两个儿子 的恶行 是否知情呢 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还是很清楚 他是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 最高统治者 当时两个儿子的恶行 全个以色列的群众都知道 他们屈往正直 收受贵款 是看得到 知道的 会传开他的 不单止以色列人 全民知道 长老都知道 爸爸没有理由 完全不知蒙在鼓里 当撒母耳 知道之后 他有没有处理 有些学者就认为 他爱于对儿子的匿外 他不忍心 去处罚儿子 没有公正去处理 他们的恶行 也没有罢免他们的职份 也没有另外 选立一些的事实去替代 他两个儿子的职务 正因为撒母耳 融中自己两个儿子的恶行 所以以色列人 忍无可忍 同一班长老商量 长老商量了之后 派好几个长老去见 撒母耳 在第五节里面提到 长老的进言 你年纪老迈 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这两个片语 一再重复出现 强调什么 这两点 正是我们以色列人 设立君王的重要背景 有背景的 这两个是重要背景 所以现在求你为我们 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像列国一样 我们留意长老的要求 并不是 再另立一个尽忠的事实去替代 撒母耳 两个儿子 不是 而是 而是另立一个王 我们是要王 不要事实 我们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君王制度 去替代现在的事实的制度 即是说君王制度 是我们喜欢的 现在的事实制度 很多的流弊 我们已经觉得没什么效用了 建立君王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治理我们 像列国一样 这里提到治理这个动词 其实就是统词 治理本来就是一帮士师的职费 现在用在一个君王的上面 在当时中东很多的国家 都是一座座的城市 或者叫做邦国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国家 里面有一个王 统治 里面大概有几万人 最多的是十万八万的人 那就有一个国王 统治十几个城市 或者领土大一点的 就叫做帝国 无论是城市 还是一个帝国 他们都是采用了 世袭的君王制度 那么君王制度有什么好 在古代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好呢 在一个那么落后 那么传统 交通不方便 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时候 君王制度是非常适用 专制的君王 掌握了全国的资源 无论下面有几多神宅 几多政府人员 加上几多千万的国民 他们所有的力量 的总和都不及一国的国王 没有人可以管理国王 没有人可以核制国王 法律都是由国王制定 国王就在法律之上 不受任何节制 那么君王就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 去保护自己的领土 保护自己的国民 保护生命财产 还可以对外扩张 将自己的国土不断对外 来扩大 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 现在这帮以色列人就很羡慕 他周围的城邦 周围的帝国 特别是 这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祖先 曾经在埃及 做过奴隶 一定听过他祖先说 所见所闻 所听的 原来埃及是这么富庶 这么伟大的 他们的法老就是上帝的儿子 对这些法老歌颂 歌颂他们的功德 为他们建一座一座 很巨大的金字塔 什么人建的金字塔 埃及有很多人力之源 估计高峰期 有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都是奴隶 由奴隶去建造 伟大的金字塔 以色列人是知道的 有份做的吗 所以对这个君王制度 极之羡慕 对私事的制度 如何 事私的制度 失去了信心 在 耶稣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 虽然已经分地 拥有迦南地 全境 但是并没有完全消灭了 境内的迦南人 所以 久不久的迦南人 女应外合 就跟一些 以色列 就是外围的小数民族 轮番地去侵略 以色列人 上帝又兴起大量的事师 去拯救他们 所以在《时事记》里面 不断记载 重重复复的就是 国中太平 几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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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有什么爱族人 要他们受苦 他们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兴起 谁谁谁 拯救他们 这个模式 在《时事记》里面 不断的重复 都没有办法 这帮事师 总体来说 都没有办法 完全消灭了 外敌的威胁 所以 现在的以色列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 强而有力的军王 根据第二十节所说 这个军王是统治我们 统领我们 为我们争战 为我们争战 在历代的先知 历代的军王 历代的祭司里面 他们心目中 为以色列人争战的是谁 耶和华 不是军王 现在以色列人 要军王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 我们不要上帝保护我们 我们要看得到的军王 他有强大的军力 有强大的兵马 我们不要上帝 撒母尔 对长老的要求 有什么反应呢 第一个反应是 不起穴 老了 长老都认为 他向前一路看的时候 一路看 从第一章看起 在宝宝的时候 由撒母尔 已经奉献给上帝 他妈妈哈拿 不断祷告 说要一个子 如果真的有一个子的话 他奉献给上帝 他终身要留在上帝那里 侍奉他 结果他真的有个子 所以从上帝而来 这个就是撒母尔 这个名字的意思 当这个儿子撒母尔成长 断奶了 断奶多少岁呢 我相信不会十几岁 古代没有奶粉的 不过想三两岁就会断奶 断奶的时候 父母带到撒母尔 去到这个侍罗 圣所里面 在奉献一些动物之后 就将个儿子交给祭司以利 以利我将个儿子交给你 他终身在这里学习 去学习律法 跟从你学习侍奉 之后 父母一年一次上圣殿 上圣殿 见到儿子一年 在撒母尔整个的童年 和青少年成长的阶段 父母一直不在身边 一直不在身边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代入撒母尔这个角色 我一直被父母放下 可以在某个亲戚家 寄人 离人 离下 一年 父母只是到新年的时候 去我亲戚拜年 见到我一次 整个的成长 重要的时刻 父母不在身边 撒母尔有一种床上 请问撒母尔在小时候 如果遇到一些困惑 一些艰难 一些人生风暴 谁可以给他咨询 当时应该没有手提电话 不可以上网 打几个字就有答案 找不到父母 谁可以咨询 谁可以捉到他 帮助他 你刚才不是提到 以利是他师父吗 他要跟以利学习 如果以利是好的 就会学到好东西 如果以利是不好的 撒母尔学的 就是不好的东西 中观撒母尔整个生平 基本都是好的 他都是尽忠的 但是撒母尔 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他不好的地方 跟以利不好的地方 是一模一样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怎样的 圣经形容是恶人 跟上帝关系很差的 不敬虔的 经常犯罪的 撒母尔记上的 前半段 看下的时候 发觉他两个儿子真的很差 经常抢耶和华的 那些祭物 还在会幕前面 服侍的姐妹 跟他们有九合 是人知道的 是人见的 他父母知道了 以利知道 理不理 说了两句就算了 撒母尔知不知道 他两个儿子是这样的 知道 知不知道他爸爸 怎样对待两个儿子 就知道 撒母尔是否后来 都是这样对待两个儿子 一样 所以当撒母尔 有一些困难疑惑的时候 没有一个正气的人 可以指导他 应该怎么做 说回撒母尔 这么多年的经历 一直是跟着以利 寄人 离客 似什么呢 好像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一样 内心是极度的孤单 被遗弃这种孤单的感觉 我相信 在撒母一生里面 挥之不去 就在这个时候 长老竟然跟他说 喂 你老了 我们要立个王 替代你 以及替代你两个儿子 他可能有一种感觉 再次被遗弃 内心里面的伤口再次受伤 一时之间 很难面对 这个是撒母尔 听了长老所说的说话 第一个反应 是不开心 不起愿 是正常的 撒母尔的反应是什么 他没有任由这种情绪 发酵下去 他马上向神祈祷 寻求上帝的帮助 当日撒母尔仍然是大权作 可以使用权力 去报复 他可以报复 懲罚这帮长老 懲罚这帮长老 背后支持的以色列人 可以报复 但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不报复的话 他可以皇袍加身 你们说要立皇 我就做皇帝 我的儿子做二世 我的孙子做三世 然后千秋万代 就行了 一举两得 没有人敢反对 你们要求 我就做 另立一个皇 但是他都没有 为自己的私心 做一些决定 他退下来 向神祷告 将他的冤屈交给上帝 看看上帝如何处理 我相信撒母尔能够完成上帝 交托给他的使命 即是召命 是与他时常祷告 寻求上帝 是有密切的关系 当他祷告之后 第七节就提到了 上帝对撒母尔 祷告的回应 白圣向你 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作他们的皇 撒母尔听到 上帝这样回应 一定会深受 安慰 原本他以为 以色列人立皇这件事 是厌弃自己 原来不是 以色列人立皇 是要厌弃上帝 他现在明白了 他知道了立皇真正的动机 是拒绝上帝 做他们的皇 上帝被最爱的选民 边缘化 被排斥 被拒绝 被厌弧 被遗弃 可以说是极其伤心 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 管理以色列人 任何的一方面 但是以色列人将它边缘化 上帝 你只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至于国家里面 什么政治大事 军事大事 什么经济前景 是由国王支配 大家可以想象 撒母耳 是很伤心 上帝 都很伤心 我们从撒母耳的身上 学到什么教训呢 大家有没有被遗弃的经历呢 包括了被人拒绝 被人孤立 被人耻笑 被人排斥 被人厌惡 被人驱逐 最严重的 被人抛弃 其实在人类社会里面 有大量被遗弃的群体 孤儿就是了 有些残障人士被遗弃的 有些牙兽生出生是残障的 就已经被父母遗弃 或者社会对待残障人士 有不同的眼光 都是遗弃的一种 有精神病患者 有严重传染病的人 有独居的长者 无家可归的人 有吸毒的人 有失恋的人 有离婚的人 还有她的子女 有失业的人 有妓女 有监犯 监犯都是被遗弃的 它是被社会拒绝 故意遗亡 遗弃的一帮人 这帮人没有用的 永远在监里面 还有 在图里面 看到大量的 宠物被遗弃 这都是人类的 罪恶 弟兄姐妹 当你经历到被遗弃的时候 你有什么反应呢 撒母耳底的反应是 不起悦 不开心 正常的 当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可能是愤怒 感觉孤单 我们会退缩 我们感到绝望 同情自己 可怜自己 自暴自弃 远离人群 最爱的人 我都要远离 不相信任何人 如果你任由 仇恨 愤怒 留恋在心里面 最终成为一种 报复的动力 在60年前 美国有件 这样的事发生 有一个少女 她爱上了一个教授 这个少女的背景是什么呢 她父母是德国人 敬虔的天主教徒 这个教授 就是敘利亚 移民过来的阿拉伯人 是回教徒 父二代 这个少女 追求这个教授 年纪差不多了 这个教授很聪明 这个少女的父母 既然是天主教徒 一听闻 女儿要跟教授伯托 那就非常不高兴 反对 回教徒 阿拉伯人 我们是德国人 我们很敬虔的天主教徒 原来那女儿的性格很反叛 还是极之反叛 那女儿当时的职业 从事的行业 就是反叛派的艺术家 就是画一些东西 很反叛的 反叛派的艺术家 加上自己反叛的性格 一路之下就怎么样 跟那个教授 在东岸 飞去西岸 去到三藩市 在三藩市这个地方 他们很快就热恋 就有果子出来了 生了一个私生子 这个少女开始有少少后悔 怎么办呢 我生了一个私生子 我父母一定拒绝我的 不再爱我 不接纳我 又怎么办呢 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商量之下 遗弃了这个亲生子 当时这个少女都是23岁 23岁 23这个数字 在香港人里面都挺敏感的 但真的是23岁 小孩被遗弃 父母遗弃这个小孩的时候 就和这个小孩 找一对比较有质素的养父母 来帮小孩成人 教导她好的教育 希望有好的将来 真是的 养父母是学者 挺有知识 很有爱心 一直帮小孩成长 但是小孩还是年幼的时候 跟他说 其实我们是你养父母 你是一个孤儿 你父母抛弃了你 不过 我们用爱心的苦养你 你应该仁以为荣 小孩听了之后 我就忍以为荣 有一次跟隔离屋的小孩玩 玩的时候 就说个秘密给小孩 我原来是孤儿 不过我父母 我现在养父母很好 对我很好 很有爱心 跟着隔离屋的小孩就说 什么原来你是孤儿 那为什么你父母要丢下你 他又不知道 对啊 为什么父母丢下我呢 那少女自己跟他说 一个答案 是父母不爱你 我一听到不爱你那三个字 这个小孩 他说出当时的感受 他说就好像雷 打下来打碎他的心一样 很惨 没有了自我 没有了自信 自私之后带着一种沮丧的心情 他成长 他拼命读书 他有一种的科技的头脑 很厉害的一个人 他成长了 他开始有自己事业了 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又私底下生了一个私生女出来 他内心有一种挣扎 有一种动力 他没有解决对父母的憤怒 苦毒 变成一种的报复 他做一个决定 要遗弃自己的私生女 当时这个的遗弃者 爸爸就是23岁 23岁 很不幸 原来这些苦毒 这些报复 或者是被遗弃的经历 可以一代 传给一代 现在这个私生女已经成长了 可能也有我们这么大年纪 40岁 他写了一本书 书里面提到他自己 人生里面最大的创伤 就是被爸爸威气我 最大的创伤 没有办法忘记 他要保护自己 书中提到很多爸爸的事迹 全部是负面的 是不好的 他称呼自己的爸爸是一个人渣 或者叫渣富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爸爸是谁 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 乔布斯 他五十几岁离开这个世界 有人这样评论 乔布斯在职场里面 最伟大的事业 是创办了苹果 乔布斯一生最大的创伤 是被亲生妈妈抛弃 乔布斯一生最大的罪恶 是将自己的亲生女 遗弃 萨姆尔虽然有 不开心的反应 但他没有任由这种 负面的情绪不断发敲 而很快转向 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 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创伤 千万不要长时间 逗留在 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 特别是仇恨 和报复 有的向神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 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香港有一个 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人 他叫做林保 今天他年纪大了 就叫做宝叔 他和朋友合伙做生意 后来因为 和他合伙的人 有钱债糾纷 赖账 不认借钱 他出于仇恨 和报复 他就买空 放火杀人 结果烧死了这个合伙人 但很不幸的 火是没有眼的 烧死了隔离 十一条人命 就这样没有了 被抓了 法官审讯他 判他死刑 当时还有死刑 后来经过特赦 改判终身监禁 在欲中一年里面 因为被人欺负 他就用刀杀死 第十二个人 这样说法 还没有呢 好像陆续有利 法官审讯他了 这位宝叔 就毫无悔意 他说我求死负罪 我宁愿死了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了 法官 后来他继续在欲中 来到度过 铁枪的生涯 有人和他传福音 他信了耶稣 诗篇二十三篇 成为他人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监狱里面 经常祷告 寻求上帝 改变他的生命 他生命有好的转变 行为也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 他再次被突射 在1994年 获释 度过了23年 监狱的生涯 出狱的时候 51岁 他出狱之后 得到家人的接纳 在家人之助之下 创办了福音 字画的生意 在他每次 和人家分享 个人经验 个人见证之后 他的书法 字画 都会消瘦一空 总结 保宿的一生 他由一个 对社会 没有什么贡献的人 又被社会 遗弃的人 转变成为一个 对社会 有贡献 又被社会 接纳的人 究竟一个被遗弃的人 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是爱 是接纳 是一个温暖的家 耶稣基督的爱 天父的接纳 和教会 所提供的温馨 温暖 能够帮助 被遗弃的人 重建生命 完成上帝的呼召 爱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 在我们一生里面 总会经历一些 被遗弃的经验 尤其是被 至爱的亲友 遗弃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到 极之伤心 感到孤单寂寞 但是你允许过 寻求你的人 你会收纳 成为你宝贵的儿女 主我们求你 赐下安慰 和力量 陪伴我们 走过伤心的日子 帮助我们 重建生命 去完成 你所交托的使命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 圣明祈祷 阿们